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放那里好了 我今天就是很随意的 录这个视频 长了个包 你看 我之前不是录了一个视频来刷Tinder吗 然后挺逗的 就有人跟我讲说可以录一个来刷Bumbo 然后我就OK啊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打开Bumbo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打开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玩一下这个东西 好吗 还是这样 还是要会放在这里的那个屏幕啊 很久没打开了 然后 你看我没有买 我没有买它的会员 所以 这个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然后 信息是之前的信息了 Oh chat 我不想打开它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滑 开始滑了 那就开始了 然后Bumbo不一样的是 它是你的那个照片是你要下滑的 就是它是like这样子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主图 然后你的名字 然后你再往下滑 会写 会写 about me 喜欢发呆 blahblahblah 就 我觉得Bumbo 我今天也有分析过不同的那些 Dating apps的一些区别 然后我觉得Bumbo 跟Tinder最大的差别是 我觉得Bumbo会更具体化一些 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去更具象化自己的一些信息和内容 以及我会我个人会觉得Bumbo它交友性质会更多一些 就是Tinder我就会相对比Tinder我会觉得Tinder的约炮性质会更多一些 今天我们今天录这个其实也是会先看它的profile 然后我来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后面我可能就会比较快速的刷了 我可以先看啊 刚刚还是这个人 实际上这个人他不是我的菜 而且年龄好小啊 anyways 往下看啊 金牛做 呃 我想喝酒 blahblahblah sleeping with my family's nutrition and d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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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so 我个人会觉得他的照片其实还ok了 就是我觉得很真实 就是我看完他的照片我就知道他这个人长什么样 就是对会有一个感觉 但是不是我的菜 所以不好意思 对啊 然后上次录制品呢 因为你们还是说想看到我滑 就是想看我like什么样的人 所以hopefully 呃有可能今天会有吧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会比Tinder好一些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往下看啊 rdesign 你看就是为什么觉得Bumbo会好一些 你看他的mybasics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会告诉你 比如他身高啊 然后他健身情况啊 他星座啊 当然就是我继续的是在没有说谎的情况下 然后你会看到他的很多东西 然后你看到他是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anyways 往下看我blahblahblah ok so 那个就没了 那张照片 首先不是我的菜 其次 嗯 嗯 其实我会觉得Bumbo上的profile没有特别大的毛病 我觉得ok但不是我的菜 其实 嗯 嗯 ok 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滑到一个what like好吗 然后 ok 嗯 这个 这个 就一张照片的我 就 拜拜 sorry 一张照片我一般都不会滑的 ok 然后 其实我 我觉得Bumbo上的profile没有什么可吐槽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都还挺清楚的 我觉得 然后继续啊 就就就就 我觉得Bumbo反而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 我 我 可能不需要特别多我去分析之类的了 这个不是我的菜 好吗 那现在不是我的菜 我就直接滑了 我就进入一个正常模式 ok 其实这样的话 你 你能很直接的看到哪一个profile往下滑了 就证明他 可能还会引起一下我的兴趣 you both share the same pictures Yusuf's wife to stay now from no no why is that no no 这个不是那个演员的照片吗 no 好吧 其实还行 手滑手滑 这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是不是看着屏幕滑会好一点 再继续滑 等会 这是什么 就一张照片吗 no no what's up ok 跳舞的 哇 真的确定要这么让我 那个 吗 你知道吗 我最不懂 这个我要吐槽 就是男生这样子拍照片 我特别不懂 like 首先我不太喜欢对着镜子拍 我最近 最近有点吵 最近在吃吃鸡 最近有好多小毛病 打扰了 然后就这些说法这个照片就是 就是你看啊 首先对着镜子拍我觉得很奇怪 其他对着镜子拍还要 还要摆出一个like 一个什么角度 然后就觉得 不好意思 我 我觉得那种照片很奇怪啊 就是在干嘛 就是对啊 这可以往下看一眼 ok 不会聊天但能接话 在深圳出他拆 有话直说 不喜欢搞磨脚 哈 from北京再见吧 我有感觉我今天应该能画到一个我 网友画的 好尴尬啊 好尴尬啊 这个一直这么滑 会不会 有没有 说到啥 那算了 那我还是稍微看一下吧 什么叫真诚真的是笔纱技吗 不是真诚是笔纱技吗 是 什么是笔纱技 算了但我没说 真诚是笔纱技吗 引起了我的思考 哎有点跑题 但是好像有说真诚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吗 怎么还笔纱技呀 这不是应该是你 你正常 正常跟人 这正常啊 正常经文下都应该是保持真诚的呀 怎么还笔纱技呢 这还要装一下真诚吗 我觉得 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profile涂个槽吧 行吗 About me 我的网不太好了 baby 就不太行啊我的网 我试一下关wifi 这网怎么啦我的网怎么啦 啊不对 我说我说要说一说的是不是 这是一些something casual啊 就这个就简直就是非常之明显的来月炮的 Mars designer UCL 真实人格 我跟你讲 现在问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人格 就是什么ENF的那些的 哇就是如果别人聊天 他直接上来问我你是什么 我也很无语 因为我很多年前测过 我真的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好久以前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在之前突然在网络上开始火 所有人都在说什么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人格分析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挺无语的 因为首先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 它会变 它真的会变 它会随着你的那个 就是会随着时间来变换 你自己那些东西测试你会变 再其次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记不住的 我都不知道我之前测的是啥 然后一上来问你是啥 我哪知道我是啥 Anyways 的狮子男上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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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师出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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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这么多文字我看不太下去 然后然后本来也不太不熟不太熟的菜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 班博上的照片都还ok的 就是我不是说抛开人来讲 我会觉得他就是你懂吗 照片的质量 然后照片选择的这些 我觉得都会比听到好很多 Ready 哎 哎我觉得这bubble刷的我 感觉没有刷听到好玩是不是 听到吐槽的特别多 bubble没什么可吐槽的 bubble就是 你看就什么都有啊 就是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就是很明显啊 就是你 你你 就是你看就能很清晰 看到这个人大概的状态是什么 就 对啊 like 这样呢我们今天是不是 我们今天一定要刷到一个我右滑的铁 我可能中间会删掉一些不必要的截屏 其实这个挺是我的挺是我喜欢的脸的 但是年龄太小了 希望你们知道我喜欢大概什么样子了 啊 啊 这张就不喜欢了 嗯 哎 也就第一张照片好看 后面都不太好看 这张我最不喜欢 这张我最不喜欢 就就就 我反正我大概喜欢这种的 大好小啊 我们可以like一下试试 我like了一个了 就所以今天的那个任务目标达成了 然后继续再刷一下 但是像刚刚那个那么小 顶多 就算匹配了也是聊一下 就 哎 不会怎样的 you know ok 不是我真的想说 bubble的 profile都很正常 都很明确的 就你只需要看照片就好了 这好像冯德伦啊 有没有 刷不出来了 这啥 这应该是个外国 是个外国人 这就不行 啊啊 吐槽一下这一种哦 就这种自拍 我都特别不懂 这种自拍就特别像是 十年前大学生们的自拍照片 然后我也特别不懂男生拍照片 会把脸挡住这种 就是各种挡 就 哈哈哈哈 就是很厉害 这这这这 这个人不是那个那个吗 不是吗 ok 哦不是 哎你觉得他长得好像 哦不是他长得像我朋友的老公 我打扰了 好像啊 算不是 哎 其实挺逗的了 你们有没有过刷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认识的人 且那个人其实是有伴侣的 有没有过 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人一看这个人 这个人好眼熟 我之前应该不知道 可能在天堂上刷过吧 哦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好眼熟 这个男的我应该 哇这个男的 我跟你讲哦 我去 因为我记得这张照片 这男的是一个假的 假的 哎反正他是个假的 我之前加过他微信 而且他之前的profile 不是33岁 哇我今天划这个的状态 真的是太 我我相当吃 我现在 什么呀 你有起了儿子啊 家 这是他爸吗 你好特别 我和你认识的男生都不一样 我给你一种疏离感 很孤独的感觉 若即若离 你听过很多人说自己孤独 但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 我的内心深处 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人 这一看就是小孩说的话 我一直在伪装自己 我想要一点刺激 一点危险 一点捉摸不透 甚至是一点折磨 我想要过度的东西 我想要不可理喻的沉迷 我想要情绪的烈火 制靠我的灵魂 我想要能够 消耗我生命的爱情 真的这个文字 一看就是小孩写了 简直了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照片 我全没有用自己的照片哦 anyways 挺逗的 是吧 是吧 哎呀要划眉了 用户也太少了呀 朋友 行吧 其实是不是看直接聊天会更好玩啊 但是你聊这个你不一定 好吧 那我先停了他 ok呀这个就是我划Bumbo的reaction 没什么reaction 我觉得今天就很正常 因为Bumbo确实你能看到他的个人信息啊 包括他照片啊 包括人啊很多东西 没有特别多可以吐槽的 而且你能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人的一些状态 他的身高啊学历啊星座呀 兴趣爱好呀工作的教育背景啊所有东西都在 所以就是这样了好吗 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给我留言吧 然后 嗯哼 反正今天你们看到了一个我优滑的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个人没有like me back 可能因为我太大了吧 嗯才22岁 不过不过你们不是一直想看我选什么样 他那个第一张照片其实就是 他第一张照片其实就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样子 当然他后边的照片一般 但是就满足一下你们好吗 哈哈哈 ok 安全就是这样了 下期再见 Peace